凯特王妃的意外现身在温莎农场商店购物 与威廉王子一同出行 引发了全球瞩目 视频中 凯特王妃的状态良好 与威廉王子之间充满了笑容和互动 这一突然现身打破了之前舆论的猜测 但也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有人怀疑 视频中的凯特是否为替身 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然而 无论如何 凯特的健康和幸福是值得庆幸的 她的重返公众视线 也为王室带来了一丝喜悦和安定 凯特王妃的失踪事件 在王室和民众之间 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揣测 作为王室的一员 凯特一向备受瞩目 她的失踪让人们感到震惊和困惑 舆论纷纷猜测失踪的原因 有人认为可能是由于身体健康问题 也有人认为可能与王室内部的情感纠葛有关 这些猜测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 引发了一场关于凯特安危的热议 媒体在这一事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太阳报和TMZ等媒体纷纷报道了凯特王妃意外现身的消息 这一报道立即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轰动 澳洲新闻更是直接播放了凯特现身的视频 使得事件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 然而 媒体的报道也带来了一些质疑 有人怀疑视频中的凯特是否为替身 对事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凯特王妃的意外现身终于揭开了事件的谜团 视频中的凯特状态良好 与威廉王子一同购物 并展现出了他的健康和活力 这一突如其来的现身 让之前的猜测和揣测不攻自破 也让人们对事件的真相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然而 即使事件的真相揭晓 仍有一些人对其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炒作 对于这些质疑 公众的反应也是不一而足 一部分人选择相信凯特的真实状态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事件背后可能存在更复杂的原因 尽管凯特的现身 为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对于事件的真相仍然存在着争议 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炒作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凯特的现身证明了他的健康和幸福 在这样的背景下 舆论的分歧和争议将会持续存在 然而 对于威廉和凯特来说 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幸福和家庭 而对于舆论的声音 他们可以选择置之不理 只顾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之间的感情 一直备受关注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甜蜜互动和亲密举止 让人们相信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实而深厚的 凯特的现身也间接证实了公主夏洛特的安危 使得这场王室失踪事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然而 对于他们的感情 仍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表演 而非真实的爱情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之间的爱情故事 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的爱情历程 备受瞩目 在日常生活中 威廉和凯特之间的甜蜜互动 让人们相信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而深厚的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 还是在私下里 他们总是相互依偎 眼神中流露出的温柔和亲密举止 都让人心胜羡慕 然而 对于威廉和凯特的感情 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看法 却不尽相同 一些人坚信 这是一段真挚的爱情 他们相信 威廉和凯特之间的亲密互动 是由内心的情感驱动的 而另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 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表演 旨在维护王室形象和稳定 如何判断 威廉和凯特之间的感情 是否真实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一方面 他们的甜蜜互动和相互依偎 确实让人感受到一种真挚的情感 另一方面 王室的形象维护和舆论影响 也不可忽视 然而 真正的爱情是 不需要外界评判和质疑的 他源于内心的真诚和情感交流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 威廉和凯特的感情 都会继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绽放光芒 尽管外界对于威廉和凯特的感情 存在着各种看法和质疑 但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他们彼此之间的真诚和坚定 无论是甜蜜的互动 还是平凡的日常 这些都是爱情的真实写照 真正的爱情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和评判 它只需要两个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 因此 威廉和凯特的爱情故事 将继续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 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 尽管凯特的现身 为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对于事件的真相 仍然存在着争议 一些人认为 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炒作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凯特的现身 证明了他的健康和幸福 在这样的背景下 舆论的分歧和争议 将会持续存在 然而 对于威廉和凯特来说 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幸福和家庭 而对于舆论的声音 他们可以选择置之不理 只顾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凯特王妃的现身 虽然为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对于事件的真相 仍然存在着争议 一些人认为 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炒作 他们怀疑凯特的失踪是否真实 是否是为了掩盖 王室内部的矛盾 这些人认为 凯特的现身 只是为了平息舆论 维护王室的形象和稳定 而不是真正的健康和幸福 然而 也有另一些人持不同观点 他们认为 凯特的现身 证明了他的健康和幸福 通过视频中的画面 可以清晰地看到 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的亲密互动 他的笑容和轻松的态度 都表明他状态良好 这些人相信 凯特的失踪 只是一种偶然 而并非有意为之 更不是王室的炒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 舆论的分歧和争议将会持续存在 一方面 对于王室的行为和动机存在着质疑和猜测 舆论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另一方面 对于凯特和威廉来说 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幸福和家庭 而不是被外界的言论左右 他们可以选择置之不理 只顾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对于威廉和凯特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幸福和家庭 他们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 不受舆论的左右 真相可能会因为观点的不同 而产生多种解释 但最终的判断权 还是在于他们自己 舆论的持续争议 只是一时的 而自我幸福 才是他们永恒的追求 凯特王妃的现身 虽然为事件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对于事件的真相 仍然存在着争议 一些人认为 这只是一场王室的 炒作 他们怀疑凯特的失踪是否真实 是否是为了掩盖 王室内部的矛盾 这些人认为 凯特的现身 只是为了平息舆论 维护王室的形象和稳定 而不是真正的健康和幸福 然而 也有另一些人持不同观点 他们认为 凯特的现身 证明了他的健康和幸福 通过视频中的画面 可以清晰地看到 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的亲密互动 他的笑容和轻松的态度 都表明他状态良好 这些人相信 凯特的失踪只是一种偶然 而并非有意为之 更不是王室的炒作 媒体在舆论形成和持续争议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的报道和评论 往往会影响公众的观点和态度 从而进一步加剧舆论的分歧 有些媒体可能倾向于某一方的立场 对事件进行片面或夸大解读 导致了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 媒体的立场和报道方式 也会对凯特和威廉的形象和声誉产生影响 因此他们需要谨慎对待媒体的报道 以免被误解或曲解 社交媒体的兴起 使得舆论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评论和观点 可以迅速扩散 形成不同的阵营和声音 然而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往往缺乏审查和过滤 存在着大量的谣言和误解 因此 凯特和威廉需要保持谨慎 不受社交媒体的影响 保持理性和冷静 以免被误导或误解 公众对于王室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总是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凯特和威廉作为王室的一部分 自然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和言行 都可能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论 因此 需要更加谨慎和审慎地处理自己的行为 同时 他们也应该尊重公众的好奇心 适当地与公众分享自己的生活 以建立更好的沟通和理解 最终 对于凯特和威廉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幸福和家庭 他们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 不受舆论的左右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只要他们的内心是真诚的 他们的幸福就是最真实的 舆论的持续争议只是一时的 而自我幸福才是他们永恒的追求 在面对外界的种种声音和压力时 他们应该保持坚强和自信 坚持自己的信念 走自己选择的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